日本坚持举报奥运会的决心有多大 它不顾运动员基地爆发感染 不顾国内45万人前面抵制 甚至连首相的支持率也不在乎 都要坚持空产举报奥运会 因此很多人都在骂他们傻 其实我并不这么看 日本是一个极有野心的国家 圣核的反常行为 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野心在支撑 如果其他人一旦放松警惕 吃亏的反而是他们自己 在我看来 日本奥运会背后的野心就有两个 一个是经济复兴 还有一个是科技领先 本期就带大家看一下 日本科技野心的背后 一个巨大的能源变革计划 大家我是熊猫 日本的奥运会实在太难了 在7月13日时 巴西运动员入住的酒店 发生了集体感染的突发事件 虽然运动员没事 但是在重重把关之下 还是爆发了集体感染 从这里可以看出 日本的疫情有多严重 为此 在日本著名的情人网站 Change上就有45万人前名请愿 要求停报奥运会 防止疫情扩大 而导致更多的人死亡 然而 他们注定是要失望了 日本政府完全熟视无睹 继续推进奥运会 在坚持举报奥运会的路上 越走越远 在很多人眼里 日本是为了经济复苏 所以才费尽力气 争取举办登进奥运会 很多人从各种渠道去分析 日本奥运会的经济损失 并且得出唱衰日本奥运会的结论 老实说 我其实并不这么看 日本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国家 你不能用常理去揣摩它 世界大国 往往会因为日本地少人少 资源贫瘠而忽略它的存在 甚至它的野心 当它占据优势时 它会激进到在山中称霸王 当它处于弱势时 它会不顾一切 压上国运 要争取到世界的领导位置 所以如果你抱着轻蔑的态度 去看待日本 或者看待日本的每一次重大战略时 往往吃亏的总是自己 所以我更喜欢抛开边界 直接观看它的本质 我不仅要看它是如何做的 而且还要看它是有多大决心去做 而透过这两点 我恰好看到了 日本在经济与科技上的决心 甚至称之为野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看两点 一个是日本举报奥运会的决心 还有一个是日本奥运会的策略 先说下 日本坚持举报奥运会的决心有多大 三月份 日本国内疫情出现回升 世界各国都在呼吁日本 继续推迟奥运会 但是日本却不惜 以拒绝海外游客的方式 推进奥运会 这个决定 导致日本损失了63万张门票的收入 总价值1500亿日元 五月份时 日本国内第三波疫情爆发 单日新增感染人数达到6300多人 因此有将近35万人签名请愿 要求取消或者推迟东京奥运会 全国有六成民众 希望日本直接取消举办奥运会 日本政府依旧立牌中意 坚持举办奥运会 这一次的代价是 日本首相菅义伟的支持率 直接下滑到37% 用整个日本政府的政治前途做赌注 日本的赌徒心理可见一斑 6月份时 日本国内受到Delta新冠病毒株的影响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新增了1万多个感染病例 有86.3%的日本民众 担心奥运会 可能会加剧新冠病毒的传播 但是日本政府却不顾及民意与民生 依旧坚持举办 7月份时 日本疫情再次抬头 日本东京无奈在8日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奥运会场馆将闭关举行 随后神奈川 千叶等城市 也宣布将以无关重的形式举行 连开幕式和闭幕式都一样 总共750场比赛 有724场将以闭关的形式举行 日本奥运会售卖出去的400多万张门票 几乎有9成以上将面临作废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万亿日元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 日本坚持举报奥运会的决心有多大 甚至不惜赌上政府的政治前途 民众的生命 国民的经济等等 用几乎压上整个国运 去缩号奥运会来形容也不过分 我们不禁要问 日本到底是在图什么 在官网里 日本的奥运会院景里清楚地写着 1964年东京奥运会改变日本 原定于2020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 将立志改变世界 改变日本与改变世界 虽然只有两个字的区别 但两者的意境天差地别 改变自己代表着争取希望 改变世界代表着内心无限的野心 是的你没听错 就是野心 我当时就非常好奇 日本凭啥这么笃定 日本奥运会将会改变世界 要知道如今的奥运会 能给举办国带来的实际力 已经越来越少了 雅典 伦敦 里约这内鲁举办奥运会 基本都是处于亏损状态 而日本却在一开始就将奥运会愿景 定义为改变世界 足以可见它的野心之大 于是我尝试跳出奥运会 从日本整个发展现状来看待问题 而这一切的答案 全部藏在日本奥运会的基本理念里 在日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中明确提出 运营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 来进行奥运会场馆的纠建与运营 而科技元素可以说覆盖了 整个日本奥运会任何时段 任何地点 2016年 日本奥运会就曾用科技征服了世界 在黎月日内录的奥运会闭幕式上 日本作为下一届承办国 在会上进行了时长8分钟的表演 日本用科技元素结合动漫 将东京8分钟展现给了全世界 其中对高科技的应用令人耳目一惊 为了表达对于奥运会的重视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亲自装扮成马里奥 现身产地中央 而这一局也改变了大家对日本科技 对安倍的看法 而在今年7月份奥运会正式举办的时候 一场科技秀才会真正降临 大数据 人工智能 机器人 3D机关传感器 氢能的9个科技项目将会集体亮相 而这些科技成果里 被日本寄予厚望的便是氢能 日本的火炬用的是氢燃料 日本为运动员建设的奥运村 秦海人工岛 被日本打造成氢能小镇 岛上能源用的是日本首个 全方位氢燃料能源系统 氢能将会覆盖诸如公交车 轿车等交通领域 氢燃料加入电池等生活领域 公共空间和商业建筑的 氢燃料电池等商业领域 可以说 氢能将整个小岛都完全覆盖了 整个日本奥运会 其实就是一场大型的氢能秀 是日本氢能成果的样板 这才是日本奥运会改变世界的终极武器 能源变革 说白了 日本其实就是希望通过能源变革来改变世界 人类自诞生以来 能源变革也不过发生了两次 第一次是从木材到煤炭的转变 机械开始大规模取代人工 第二次是煤炭向石油转变 汽车 航空等领域蓬勃发展 而现在的我们正处于第三次 石油向清洁能源转变的十字路口 未来到底如何发展 还未尘埃落定 工业变革不一定迎来能源变革 但是能源变革一定会改变原有的工业秩序 谁能拥有先发优势 谁就有话语权 中国 德国 美国 日本 乃至韩国等国 中国选择以光伏 风电 核电 等多种可再生能源共同发展的策略 但是日本却选择以 气能为代表的能源战略 两者都各有各的优势 为了提升气能布局的速度 加快完成气能源转型战略 为此 日本还提出了 气能社会的计划 气能社会其实是指构建 以气为主要能源的经济社会 将气能应用于工业 电力 交通 建筑等各个领域 而这些领域原本是以石油等传统能源为主 也就是说 日本的气能社会计划 其实就是要颠覆石油 构建以气能为主体的一个新能源社会 注意 日本气能社会计划覆盖的领域 不只是在工业 也不仅限于以气能源汽车为代表的交通领域 而是涵盖基础设施 科技 经济等整个社会领域 日本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就是想以林同样的身份 在气能转型的过程中取得刑罚优势 从而让日本的科技 经济同时实现腾飞 也就是如此庞大的一盘棋 才值得日本不计成本 不顾新冠影响 甚至牺牲首相的支持率来全力促成 所以我才说日本奥运会的背后是满满的野心 而日本押注的根本不是奥运会 而是奥运会背后的能源革命 那么问题来了 日本为什么选择轻能 而不是和中国一样选择多种新能源发展的策略 日本又为什么将国业都押注在能源战略上 日本的轻能社会能成功吗 今天我们就来一次性讲解清楚 对了创作不易 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的话 记得点赞加关注 长按点赞6秒会有惊喜哦 首先我们要了解日本为何压注轻能这件事 还要从日本的能源战略说起 日本压注轻能其实也是迫不得已 这里面的故事也挺跌倒起伏的 中日两国的新能源战略 其实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中国富美少游 新年能源丰富 所以为了能充分利用资源多 分布管等特点 就走向了风能 水电 光伏 以及核能等能源多样化的道路 而日本的国土面积很小 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上 资源也是十分的匮乏 所以根本无法大规模多样化发展能源 摆在日本面前的 其实只有核能和轻能 才能够成为日本的救命稻草 这就是大国与小国的区别 在基于面前 大国往往可以选择的道路更多 小国只能夹分中求生存 这不是在贬低日本 而是日本的国情本就如此 日本开始研究轻能的时间 还有追溯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 当时中东地区爆发了第四次战争 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 一些中东国家就任性地宣布石油禁运 从而引发全球性石油危机 油价蹭蹭地往上涨 波及世界许多国家 日本也无辜团枪 当时日本国内经济增长率立马被拦要斩断 要知道那时的日本 实力非同小可 即便与美国打贸易战 那也是打得不可开交 难分胜负 正当如日中天之时 结果却被中东小国叫做人了 日本这才意识到 没有石油 自己就是研板上的咸鱼 别人想怎么蹂躏 就怎么蹂躏 于是日本就在1974年7月 整了一个阳光计划 宣布将在未来抛弃石油 大力搞起新能 太阳能作为代替石油的新能源 并把这个计划作为本国的重大课题 结果花了整整20年左右 日本啥也没研究出来 到了2003年 日本政府心里琢磨 这效果也太差了 于是在当年的10月份 颁布了能源战略规划 算是在官方层面 正式告诉日本企业 你就按照我的规划来 我指哪儿 你们就朝哪儿进攻就行了 是不是有点像我国的五年规划 其实还真挺像 因为这份能源战略规划 也是隔断时间就更新一次 而且更新的频率比我们还要快 大概每三到四年就更新一次 有了能源规划 日本企业就像是有了主心股一样 开始进行能源转型 日本的能源战略也逐渐开始清晰起来 但是此时的日本 还没将氢能列为第一发展目标 而是着重发展核能 面对核能与氢能 日本其实也没得选 核能技术相对简单 国际上发展的比较迅速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 日本就大量引进了美国的核电技术 在当时 日美签署了日美核能协定 此后日本开始大力发展核能 凭借着美国提供的技术 短短的几十年间 日本总共修建了55座核电站 共占全国发电量的30% 所以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 选择哪个根本不是问题 因为在2011年之前 日本一直是以核能为主 而氢能只是作为备胎的存在 日本选择了核能 但核能对日本却格外的残酷 为了抢占日本市场 当时为日本提供核电技术的 美国通用电器和锡污电器 就开始恶性竞争 为了能进一步压低价格 提升竞争力 他们就随意地把军用反应堆 改造成民用反应堆 结果就是日本民众 被美国企业给祸害惨了 这类军改名的核电站 在设计结构之初的安全性上 都存在一定的漏洞 导致日本核电站事故频发 从1999年到2009年的10年内 日本共发生超过三起 致人死亡的核事故 日本人看着这些核电站 却好像在身边安装了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别扭 那时为了实现能源战略 日本官方也只能安抚民众 核能技术没问题 结果打脸很快就来了 2011年 福岛发生重大核事故 这一下子就给日本整个大的 所以才引起了日本全国性的弹核色变 但是此时的日本 其实还对核能抱有一丝希望 在2011年后 日本只是将能源发展目标定为多样化发展 并没有彻底抛弃核能 很多核电站虽然处于闲置状态 但也并没有拆除 日本政府仍旧对核能存有一丝侥幸心理 日本民众一看 这也不行啊 天天抱着核弹睡觉 这谁能睡得着啊 所以就时不时的游行抗议 前面请愿 日本政府也很无奈啊 最终下定决心发展轻能 2013年 日本首相安倍提出日本再复兴战略 将发展轻能定为国策 开始在全国求检加轻战 日本也就此开启了轻能转型战略 2014年 在日本第四次能源战略规划中 再次将发展轻能 电能等列为主要的发展方向 并给出从制备、运输、存储等 全步骤的详细发展目标 日本的轻能社会计划 也是在这一年提出来的 在他们的规划中 将轻能应用到汽车、家居生活 交通等各个领域 同年 日本东京全面推广轻能社会 日本正式开启轻能元年 2020年 日本要将东京奥运会 办成一场面向全世界展示轻能社会的成果秀场 这一年被日本定为轻能奥运元年 同样雄心勃勃的还有 2025年的轻能走出去元年 2030年轻燃了电池月年等等 日本关于轻能的规划 一直持续到2050年 直到成功建设轻能社会为止 整整30年的轻能元宏伟战略 将日本的轻能野心 赤裸裸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直到现在 日本已经建成了135座家群战 而今年的奥运会 就是日本轻能社会计划的关键一年 一旦计划能顺利进行 日本将会获得无数的关注度 可如果失败了 日本将会再次陷入能源改革的痛苦挣扎中 那么问题又来了 如此雄心勃勃的日本 拥有奥运会作为托底 真的能成功吗 这就要说到日本的困局了 在能源改革上 日本的野心一向很大 在他们的规划中 希望将轻燃料电池 轻燃料汽车 以及加轻站作为突破口 并将其推广到全世界 但是日本想的是挺好 可实力却一直不相匹配 在技术与推广上 同时遇到了中多难题 我们先说一下技术 轻在燃烧时排放的是水蒸气 所以它被认为是一种清洁能源 但它真的清洁吗 便不见得 为了方便理解 本猫具简单科普一下 有点枯燥 但还是请大家看完 因为这可以方便 大家对后面的理解 一般我们制备清能 需要通过化石燃料 煤炭捕捉制氢 可再生能源制氢等方式 来加工制备 业内专家将三种制氢方法 用污染程度分为 灰色氢不可用 蓝色氢勉强可用 绿色氢才是真正的清洁能源 而且氢气越清洁 制备的难度和成本就越高 大家可以猜一猜 日本用的是哪种技术 其实他们大部分的制氢方法 还是靠灰色氢 也就是说 日本的氢燃料社会 虽然一直宣传的是清水能源 但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 就已经污染了世界 这不就是有点 掩耳盗铃的味道吗 除了制氢难 储清设备的技术难度也很高 并且制氢的价格高昂等等 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在技术上 日本遇到的是初级对手 那么在推广上 日本面对的将是一个巨无霸 在推广新能源汽车上 一般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油电混合的混电模式 还有就是以电能为主的 纯电动汽车 第三种就是 以气能为主的氢燃料汽车 在这三种模式中 混电是最简单 但是不符合未来的排弹需求 氢燃料汽车最难 但也是未来最主要的发展对象 纯电则居中 由于优劣势都很明显 所以在未来的赛道 还未明朗的情况下 各个国家都是采取 侧重某一项 然后其他均衡发展的策略 啥意思呢 简单来说 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大家都知道终点在哪里 但谁也不知道 哪一条才是最笔直的那一个 以日本为例 他们的新能源汽车战略非常清晰 就是以混电作为过渡 然后慢慢推进到氢燃料汽车 在这个过程中 只要解决了 氢能技术的关键问题后 其他的就可以交给市场来收尾 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因为技术从来都是市场推动的 不管是操作系统 无计等技术 都是先提出技术方案 然后让市场来解决其他的问题 毕竟谁先占领市场 那么谁就用了话语权 甚至可以推动能源改革 日本这个战略确实没有问题 压住的轻能 也的确是未来的选择 但是其他国家 就一定会跟着下注吗 当然不是 因为谁都想坐庄 中国 美国 欧盟 虽然从未放弃均衡发展 但是却不由而同地选择了 以清洁能源为主的 纯电模式 比如美国特斯拉创始人 埃罗马斯克 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 口渡芬芳 直言只有傻瓜 才会去做氢燃料汽车 而兜国大众则劝说 欧盟优先发展纯电动汽车 但中国才是那个最大的猛难 为了解决能源问题 中国从1996年 开始大量布局光伏 水电 风能的清洁能源 为了解决中国能源分布不均 以及电能运输的问题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 就开始攻克特高压难题 而后在2009年 成功攻克了该难题 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特高压 为了解决电动汽车的市场化问题 中国直接引进半死不活的特斯拉 联手美国 将纯电动汽车 推向了新能源汽车的主赛道 中国就像一头大象一样 这需轻轻推动 就垫垫了新能源汽车的格局 全球围绕纯电动汽车的产业链 已经开始迈向成熟 日本以混电过渡的计划基本落空 未来氢燃料汽车 何时才能够市场化 仍然是个大问题 更关键的是 中国、欧洲、美国 都还在同时部署氢能 在已经垫垫新能源汽车格局的情况下 未来的氢能战争 将会来得更加猛烈 美国在2014年发布了全球能源战略 中国在2016年发布能源革命计划 2018年成立氢能源战略联盟 欧盟在2019年发布氢能路线图 一场氢能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去看 为什么我会说 日本选择以奥运会作为突破孔 实在是日本已经到了退伍可退的地步 而且赛翁施马胭脂非福的道理 日本自然也知道 虽然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落后一步 但是在氢能建设上 就绝不能再落后 所以日本才将氢能社会的翻番机会 放在了奥运会身上 而且这个计划 已经不仅限于新能源汽车领域 已经变成了从交通 工业 家居等全方面的改革 对于能源革命 日本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 这一次的奥运会同样如此 日本将推广氢能的希望 寄托在东京奥运会上 试图通过奥运会实现第二次能源革命 从而让日本在接下来的能源改革中 重新取得领先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将奥运会 当作氢能秀的主要原因 因为这是一场国运之争 现在大家理解了日本奥运会的野心了吗 其实还有个问题 日本为啥将氢能社会压住在奥运会上 而不是其他地方 其实也是有历史典故和背景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 点赞足够多 我将给大家再做第二期日本的经济野心 好了 我们下期见